刘西彤对羊吃白菜的传言也早有耳闻,况且对爱打抱不平的羊乃舞也早有不满,此刻一听是中毒身亡,立刻便联想到情杀。 他派人把小白菜抓到县衙,逼他说出毒害丈夫的事情,小白菜大喊冤枉,无论刘西彤如何诱导,答案依然是杨乃舞对戈小大的死并不知情。 最后,刘西彤决定刑讯逼供,在展形古代审讯女范时用的夹手指的刑具,和用烧红的铁丝刺胸,用滚烫的溪水浇背等酷刑的折磨下,小白菜招任了和羊乃舞串通毒害亲夫的所谓实情。 这令刘西彤大喜,派人捉拿杨乃舞归案,杨乃舞一头雾水,失口否认,并明确表示,案发时间他不在渔航,有大批亲友可为他作证。 按大清略例,有举人功名者,一律不能上行。 刘西彤无奈,只好先将杨乃舞押入大牢。 第二天一早,他就向杭州知府陈鲁报告此事,请求隔去杨乃舞举人身份。 陈鲁觉得事关重大,就承报给浙江巡抚杨昌郡。 杨昌郡在承报到朝廷,在朝廷批文还未到达之前,杨家人打听道,吃小白菜供出杨乃舞,并称十月初五,杨乃舞亲自叫给他披霜等等,就联合作证。 证明杨乃舞初五那天,在南乡为岳父厨林,初六才回到渔航县城。 刘西彤于是安排小白菜与杨乃舞当堂对峙。 可怜的小白菜,此时惧怕再受刑,一口咬定,圆贡所持,气得杨乃舞破口大骂。 刘西彤以杨家人作伪证为由,不再过问。 按照大清略历,虽然朝廷批文仍未下达,杨乃舞也并未招供。 但小白菜所说合情合理,依然可以认定解案。 但定罪权在于知府不在知县。 为了案件滴水不漏,刘西彤擅自将案卷改为, 试毒银针已经造脚水擦洗,且中毒情形与喜冤鹿所载披霜中毒一致, 并连同杨乃舞小白菜一起押送杭州。 案件上报给杭州知府陈鲁,陈鲁很快发现此案披露众多。 因为杨乃舞称,刘西彤审讯时并未传卖批霜的证人, 钱宝生上堂。陈鲁于是派人取证。 不料,刘西彤一方面派人控制住钱宝生, 一方面又派人给陈鲁行贿,希望能够维持原判。 这时朝廷批文已经下来,洪顺皇帝批准得去杨乃舞举人身份, 取证不能的陈鲁便得以采用酷刑,最终将杨乃舞小白菜驱打成招, 并判小白菜临迟除此,杨乃舞斩立绝。 就在此时,一直在为杨乃舞奔走求助的姐姐杨书英, 妻子杨詹氏,经历千辛万苦,找到了杨乃舞在杭州的好友姚氏法。 案情有了些许的变化。